中犬坐守新娘房 不让主人出嫁 最近社群媒体上流传着一只狗儿挡在门口 不让主人出嫁的影片 影片一上传立即在网路上爆红 3月14日在河南暴风 一位新娘准备出嫁 但她的狗却阻挡在房门外 不让新郎进去迎娶 当新郎来到新娘的家 却无法进入房间 因为这只狗做出了奇怪的举动 硬生生的就是坐在那个房间门口 通常新郎来女方家拜访时 这只狗都很欢迎她 但在婚礼当天 她却突然转变态度 似乎知道婚礼是不寻常的大好日子 这只狗就静静地坐在门口 不肯离开 即使家中其他成员试着把它支开 新娘的父亲把狗挪动了两次 但每次狗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就坐在新娘房门口 马来西亚新州网报道 原来这只中犬已经跟了主人有七年了 家人说这只狗平常很胆小 听到鞭炮声都会发抖 但婚礼当天虽然放了鞭炮 狗儿却不为所动 或许知道当天是主人的大喜之日 狗儿突然拿出了难得的勇气吧 新娘对于狗儿的态度并不生气 倒是觉得她实在是很忠心 相当的感动 又三 Marcel 入狗了 这就只剩一回船小